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会使水龙头的出水质量不符合标准 这种现象我们称之为自来水的二次污染 目前我国绝大多数老城市 其输水管网多是几十年前铺设的 输水管网材质差 老化严重 冒跑低漏现象频繁发生 根据调查 管道漏湿导致我国每年流失的自来水 多达七十多亿立方米 相当于一个太湖的水量 而这个过程当中 外界的污染物 比如说土壤里的泥沙 有机物 重金水 细菌 就有机会通过漏点 断裂面进入到输水管道当中 影响到我们的饮用水安全 此外 因为供水水压的关系 高层建筑的用户需要水箱或水塔的二次供水 水箱储水一旦超过48小时 会导致余氯含量较低 空气当中的细菌和水体当中的微生物 就会大量繁殖 另一方面 目前二次供水系统的维护 几乎依赖于小区物业 如果清洗不干净的话 水中残留的有机物 会与余氯产生一类叫做 三氯甲烷的致癌物质 这些因素 都让我们使用的自来水质量 岌岌可危 可见 二次污染就是导致自来水厂的出水达标 但用户水龙头出水不达标的主要原因 而输水管网及二次供水系统的改造升级 受到建设面广 资金投入量大等条件的限制 需要一个过程 因此 自来水的二次污染 对我们生活饮用水的威胁 也会长期存在 为了家人的健康 我们建议您安装滤镜效能 经过权威认证的高品质的进水设备 所以今天的结论是 应对二次污染 净水器必不可少